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火拍的节目 陈凯先生好 何平好 各位明镜电视的观众们好 各位网友好 何平好久不见了 好几个礼拜 好久不见了 责任不在我 责任是在领导人家 本来陈凯先生请假一次 我说不行不行 再继续休息一个星期 谢谢 没有想到三个星期之前 我向您请问 说你们那边火灾怎么样了 没有想到三个星期之后 我还要问一次 你们的火灾怎么还没有灭掉 哎呀 这个离灭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恐怕要等到天气再转凉一些 或者下点雨才行 这个加州的火灾很奇怪 就是美国西海岸的火灾很奇怪 从这个华盛顿州 一直到摩勒冈州 一直到加州 整个美国西海岸 你看那个地图通红一片 它很奇怪 这是这个华盛顿州的隔壁 文革华嘛 对不对 是加拿大的这个叫卑斯省 没有啊 一点火灾都没有啊 那个山是连着过去的 那么加州南边呢 这个墨西哥啊 也是这个斜尔山脉啊 一直过去到墨西哥 也没有一点火星都没有 就是加州才有 所以现在人们提出这个加州火灾啊 这个到底怎么发生啊 有一些质疑啊 有很多 有很多谣言 那么最近有谣言说 抓了四个人故意纵火 这四个人里边有这个安提法啊 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组织啊 在美国这个啊 那这个我们就不且听之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不且听之 纯烧摇尼 俄赖河加州的火灾 不可能是几个人点火 就会烧起来的 这么大的规模啊 得不到控制 肯定是管理出了问题 是的 没错 而且呢 这个管理不能简单的说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是加州的火灾几十年就没有断过 只不过是今年特别特别严重 现在因为是两党竞争 尤其是社交媒体比较发达 所以就出现了各种传闻 我在这方面看的就比较仔细 我看到了俄勒冈的这个警察的报告 也看到了加州的北部的警察的报告 可以说呢 没有任何政治显示出来 这个跟政治组织有关 皆不是极左 也不是极右 那么被抓的几个人呢 实际上有两个人是受于那种社会的流浪汉 或者是有一点低度的那种精神病状况 他们就喜欢喝酒 喜欢到处点火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一直以来就有那种不良的记录 那么这个都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 美国已经算是了印第安人的这个神法 印第安人的神法是神是神 上帝天的那个神 他们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森林世界里面 那么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森林之法 森林之法就是以火救火 所以早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谣传的视频 讲的是直升机啊 在点火 对吧 那么有人就说呢 那是什么中国人啊 什么超线战啊 什么李靖军啊 那个时候是全国最基本的尝试 那是美国在尝试 用印第安人的方式 能不能举动的把一批森林给烧掉 从来形成了这个森林之间的隔离 这个叫以火救火 以前的印第安人就靠这种方式呢 防止这个大火了 把整个美洲给烧掉了 但是这种方式呢 白人也好 这个西班牙人也好 还是华人也好 都没有能够继承下来 现在看能不能用科技的方式啊 能够把它解决 我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啊 能不能发一阵风啊 把这个火子给救了 总之特别担心您了 你那个那个那个 现在能不能闻到味道啊 有啊 我这个室外啊 就是灰蒙蒙的 上个礼拜三是最严重了 整个是这个橘红色的 整个整个这个弯区啊 旧队山弯区 包括一直到洛杉矶那边 这个太阳啊 都见不到 偶尔见到呢 是一个火球 那个整个的 就是你开出去吧 开车到外边啊 这个视线都不清楚了 整个是 就是人们形容这个 好像是旧队山弯区啊 到了世界末日这个样子 真有那种感觉 这个我是来美国 也很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这个遇到火灾 也不止一次啊 像今年这个样 这么严重 尤其是上礼拜三 那么严重啊 这个有一种 世界末日的感觉啊 这个这个还是 第一次经历 那么因此这个 这里边呢 就是再加上 新冠疫情嘛 对不对 加上这个火灾的 这个烟雾啊 使得旧阵山啊 一度成为全球空气 最差的地方 哎呦 这个感到感到很恐怖 这是全球空气 最差的地方 那么现在呢 今天我看这个消息啊 就是波特兰 就隔壁的俄勒冈州啊 又成为全球最差的地方了啊 对 现在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消除 这个你说来一阵风啊 这来阵风 得看怎么吹法了 如果那个风 祝火事啊 烧得更大了 又很麻烦 我看最好是来一场雨了 来一场雨了 这个加州州长啊 这个柳森的解释说 气候变迁啊 这个造成这个样子 这个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这个加州啊 这个过度的环保 就是山上啊 这个本来是常识呢 就是山上必须开出一条防火道 就是剃掉一个一部分 使得它光秃 那么即使局部有火 不会蔓延到别处 但是由于加州环保人士啊 禁止在山上有任何损坏 这个自然生态的这个举动 因此的防火道啊 在加州看不到的 你往这个东边去啊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那个那个 两边的山上 你看不到任何防火道的 那么去年的时候啊 加州大火 南加州啊 这个洛杉矶的 这个里根图书馆 洛杉矶附近啊 北边的里根图书馆 这个没有被烧掉 没有被烧掉 这个里根图书馆很重要啊 那里还有一个波音飞机啊 对不对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文物啊 这个当年的 这个怎么样 跟苏东集团啊 这个什么星球大战啊 这个使得苏东集团 那崩溃的 一些历史文物在那里 但是呢 他附近的山火 这个发起来了 烧得熊熊的 但是到里根图书馆 都止掉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当时啊 有一批羊啊 牧羊的人啊 就到了里根图书馆 把里根图书馆的 周围的草给吃掉了 所以到了那里呢 就没有烧掉 那么这个说明 还是要开防火道嘛 对不对 还是要防火道 这个是反反保工作者制造的谣言 又是谣言 又是谣言啊 因为一个防火道 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火灾的情况之下 一般的防火道是不够的 那么呢 这个要一座山 甚至几座山 整个要烧掉 提早把它烧掉以后 那个火呢 就没办法呢 燃烧过去 但是即算是这样 我是去过这些火灾的现场 去年前年嘛 那么火灾的情况 为什么里根图书馆没有被烧掉 您刚才走了一个解释 其实那个解释 未必是那么完整 那么根据我对一些 洛杉矶的火灾的情况的了解呢 它有一种神秘的现象 就在一条街上 改变的这个房子烧掉了 就在一场直改的另外一个房子 它完全是保持完整 另外改一个又烧掉了 它跟房口倒没有关系 这是出现了一个叫火球 就是那个天上起火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一个火球 那个火球就会冲到某一家房子 某一家房子就不冲过去 那简直奇妙至极了 那么火灾是人类造成 这个自然灾害最大的一个灾难之一 我当时候在中国的时候 特别写过这个火灾的文章 火灾的报告 当时我讲到的是世贸中心 我叫世贸中心 你盖这么高 对吧 你修这么高 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原来的这个消防系统就不行了 因为你原来的很多的消防系统 是人梯啊 对不对 那你盖这么一个世贸中心 你要靠内部的这个消防系统认作 对吧 外部的消防柴你根本进不去 等等等等 当时候反正就是火灾在各个地方 都有过很悲惨的历史 像长沙就有股几次的大火 长沙大火 还有东北的黑龙江啊 这个大兴安岭的大火啊 对啊 对啊 也是非常悲惨 大兴安岭的大火当时还出现了很多尊人嘛 是 那个也是很悲惨的 最后传说什么严新的发气功把他灭掉了啊 反正各种各种样的说法都有了 这个这个反正一个火灾来了以后 最后有许多事情也无法解释啊 只能是看看将来的科学怎么证实这些事情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啊 那现在我们很多就是靠天了 靠神指啊 我讲到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要讨论的是深圳演变啊 这个历史的之六了啊 第六篇了 那么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记忆中间 那个男谁口啊 那个南山啊 有一点像东啊 这个洛杉矶的味道 就是好像山没有那么多的树林 是不是啊 南山过去是个在保安县里边啊 在保安县里边 一个很穷困的保安县呢 就更穷困的地方 更穷困的地方 这个蛇口那个地方也是光图图的 一直往那个另一个方向走啊 就到南山了啊 这个南山半岛啊 这个半岛啊 也是光图图的 你说靠保安县附近呢 还稍微有点人气 有点生气啊 到了南山半岛啊 就是更加没有这个生气了 而那个地方啊 过去是偷渡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蛇口啊 离对面啊 这个香港的对面啊 那是一个最近的一个海的距离啊 所以南山半岛啊 这个现在叫南山区了啊 那个时候是 就是了无生气的地方啊 那么现在呢 成为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包括据说这个 这个华为啊 也是在南山啊 这个很多重要的公司 都在南山这个地方 那么都应该归功于 当时对蛇口的开发 带动了整个南山半岛的繁荣啊 但是繁荣 使到这个 这个深圳的一役啊 能够很快的 这个这个 这个发展起来啊 那这个应该说 蛇口的开发是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蛇口的开发 现在的南山呢 恐怕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即使这样的情况变化也没有这么大了 对啊 您今天的精神好像很好啊 不像一个灾区的灾民了 灾区灾民 这个 现在关在家里吧 也很抱歉了 就前段呢 动了个手术啊 所以两个礼拜啊 没有办法 多亏这个 和平关照啊 这个停了两个礼拜 原来我说停一个礼拜 那么先停两个礼拜啊 那么今天能够重新再谈谈深圳了 这个人呢 哎呀 老了 就像那个破汽车一样 修理修理 跑几天 修理修理 跑几天 最后那个修车师傅说 你不能修了 不能修了 那就到 到这个汽车混场去了 就行了 现在就这样 我已经是第二次动手术了 第二次动手术 那么这次动手术 应该回复的挺好的吧 还可以 这个医生啊 应该是手术 到现在为止啊 手术后半个多 半个月多一点吧 这个情况还好 中间出过一次 比较危险的情况 就是这个手术 我是切除这个 增生的前列线嘛 这个老人 老男人的通病啊 这个要真的很注意 和平啊 这个你也得注意 你现在这个年纪 就开始注意自己的 这个男人病 那么这个切除不错 但是当天晚上啊 他不切完以后 给你安一个导尿管吗 是不是啊 那么会有一些血水出来啊 这样子 那当天晚上啊 就堵塞了这导尿管 他切了以后 那个血块啊 就清理的 不是很干净 堵塞了 那很危险啊 很危险 就是排不出尿来 那么涨的不得了 那么再涨下去啊 那个就就完蛋了啊 那只好去看急诊 幸好我附近啊 住的附近有朋友在啊 他们拉我去看急诊 那么到那里呢 给你清理一下导尿管啊 就解决了 以后提心吊胆的 这个又又来了一次 来了一次就不是太严重了 那以后就一直比较顺利了 拔出了导尿管呢 现在状况不错 感到不错 所以今天你可以继续讲 好像没问题 精神很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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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开始讲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点 在那个光头头的三头之所以 开具一个骰口 这个是不是跟交通部很有关系 因为交通部当时的领导 当时是不是领导了 叶飞是交通部长 是不是 对叶飞 叶飞是交通部长 这个当时这个舍口的开发 当然不是也不是叶飞提起来 还是袁庚提起来的 袁庚当时在香港招商局 当这个招商局的董事长 招商局当时在香港 除了新华社以外 这个中资机构 还有华润 华润集团 就外贸部的 那么作为交通部 派驻香港的机构 一个老牌的招商局 一百多年的历史 就是晚清的时候 盛宣淮创办的 这个招商局 那么一直后来作为交通部 在香港的一个代理机构 这个经营 这个商贸跟远洋运输等等 那么在元庚在那里负责 除了这之外 当然还要担负一部统战的工作 一部做香港 统战的情报 情报 做香港的各个阶层的人事的工作 因为新华社 大家一听就知道 是共产党派驻的机构 那么招商局 那么就更色彩更淡一点 那么袁庚 他就很适合担任这种角色 在这地方做了不少贡献 但是元庚的本业 还是要发展招商局了 那个时候元庚最初 大概1979年 更早一点的时候 他就看中了蛇口 那个时候所谓特区之类的东西 还没有完全提起来的 也许那个时候提出来 建立这个加工区了 那么元庚就看中了蛇口 因为蛇口离香港很近 那么元庚本人又是保安人 他是保安人 是广东保安人 就是深圳的前身保安县人 他也在东江这一带打过游击 是个老战士了 抗战的时候就在东江一带活动 是个抗战的老战士了 那么他就看中了蛇口 当时的目的是觉得香港的地皮太贵了 要发展是个招商局联系的一些企业 在香港发展成本太高 他希望在蛇口这个地方 这个能够寻找一些便宜的地皮 当时他找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盐田那边 一个是在蛇口这边 最后他看中了蛇口 这个最初是抱着这样的 以后呢 这个习仲勋提出来建立习仲 这个出口加工区以后 那么叶飞这个人呢 这个当时是交通部长 他很敏感 他就说这个 你去开发蛇口 这个中央呢 就是交通部给予你支持 你敢不敢去干 那么袁庚啊 除了在这个 到了到这个香港招商局工作之前呢 在文革期间呢 曾经在秦城监狱 坐过五年半的牢 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清楚 这不需要讲什么原因呢 那时候很多干部 进了秦城监狱啊 莫须有的是有可能的啊 给你安一个特务啊 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那你就进秦城监狱 对呢 他坐了五年半的牢 那当然这个坐牢啊 对他的心理威胁很大 但是袁庚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思想非常豁大的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也有一把年纪了 这个到开发这个蛇口啊 那么去再干一番事业啊 因为当时整个气候呢 就是习中心提出建出口加工区 接着呢就研究啊 深圳特区的建立的问题了啊 这个深圳特区的开发问题了 他觉得到蛇口这边啊 能够再进行一番努力啊 再贡献自己的一些能力啊 那么这个就是在做秦城 在做几年劳也无所谓 无所谓 那个时候呢 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 因此袁庚有这样的思想啊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啊 他这个思想的走在前面 他比梁湘还要早 那个时候梁湘还在广州市 当他的第二书记啊 副市长啊 这个他也没有这个准备开发 深圳的这个准备 因此呢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 最早的先驱者啊 他比梁湘还要早的先驱者啊 之一 那么严庚算是一个 那我对严庚其人的评价是什么呢 除了那些个他的一些经历之外啊 我觉得袁庚是一个老干部 也是一个现代人啊 这个老干部跟现代人呢 是个两个矛盾的 这个这个这个这种概念呢 很难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啊 中国的老干部大多不是现代人啊 而是很保守的人啊 这个回顾过去的人啊 那么袁庚呢 是往前看的 是走在时代比较前列的一人啊 那个时候呢 这个世界的潮流啊 已经是第三次浪潮啊 这本这些个概念呢 已经开始逐步的传进中国 当然袁庚在香港啊 他得风气之先呢 因此他具备这样的一个思想 因此呢 袁庚就一口抱着 再大不了再回秦城的这个决心呢 就应成了这个叶飞的这个这个委派啊 到去开发舌口 舌口是多大呢 当时给他开发呢 是2.14平方公里 中央换给他的土地啊 是2.14平方公里 这个范围是很小的了 是不是啊 你吃完饭呢 这个散一圈步啊 个把两个钟头就把它走完了啊 那么但是就在2.14平方公里 这个地方 从此诞生了舌口精神 这个当时呢 如果是袁庚的胃口大一点啊 他会把南投半岛啊 就是现在的南山区啊 这个整个的36平方公里 这个这个都拿下来 都有可能 那个时候一片荒地嘛 那中央一大笔一挥画给你了 又怎么样 是不是啊 但是袁庚啊 他没有这样的勇气 他还是有自己局限性 他毕竟年纪大 他不敢冒这个险 因此只拿下了2.14平方公里 36平方公里啊 就不敢拿下 后来袁庚提起这些事情啊 他觉得哎呀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当时呢 自己有更求气魄的时候啊 那么把这2.36平方公里一起拿下来 那么那个时候舍口精神的诞生啊 就不光是在2.14平方公里了 而是在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 诞生了舍口精神 那么这是我们谈舍口精神的前边呢 这个嘉义的一点说明了啊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舍口精神呢 长期以来啊 甚至到现在 人们仍然认为就舍口 一进入舍口 你就看到的这个几个大字 叫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你认为这就是舍口精神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呢 啊 那么对舍口精神呢 有很多这个说法 开始呢 就是舍口呢 这个 最早实行啊 这个定额超产的奖励制啊 大概1979年第7月份啊 7月8号的时候 舍口呢 就开始放下了第一声开山炮 这第一声开山炮啊 你不要小看它 它是正式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炮声 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因此第一声开山炮 当然也可以带走舍口精神 但是毕竟很虚的啊 那实力是什么呢 人们说那个时候这个开始呢 放了开山炮 推平着山头 大量的卡车啊 从山头运土到海边啊 平山填海 那么那个这个卡车司机啊 来回啊 每天呢 这个运这个泥土啊 但是呢 那个时候吃的大锅饭 你多运一趟 少运一趟 都是那么多钱 因此呢 工期很慢 当时呢 这个员更啊就决定啊 叫做定额超产奖励制 就是你完成你的定额以外 多跑一趟 多给四分钱 啊 那么司机呢 这个尽头就来了啊 那一天呢 多占几个一毛钱啊 那么一个月积累下来 也有不少钱 当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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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额超产奖励制啊 也受到非议了 说你这个 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啊 这个奖金挂帅啊 那个时候呢 新华社就给他写了内参 就报到中央去了 当时胡耀邦皮士啊 肯定了这个舍口的做法 因此呢 这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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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 这个超额 啊 定额超产奖励制啊 这种做法 就在全国推开了啊 也给全国带了一个好头啊 以致提高全国的生产效率啊 打破这个 这个文革以后啊 全国仍然是那种 大锅饭啊 之类的 也有很大的作用 那么人人人们认为 这是舍口精神 但我认为这也不是舍口精神 啊 那么1982年的时候呢 舍口出现了中国第一个 国营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 啊 这国营啊 是国有的企业啊 对不对啊 怎么能够别人参股呢 但是在舍口就诞生了 这一个 这个国有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 叫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是国有企业啊 那里参进了很多别的股 包括内地企业的股 包括深圳其他企业的股 还包括港商的股 啊 那么这个事情啊 也在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很大的争论 说的你国有企业啊 你这个 这个这么多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私营的资本呢 参进来啊 那还叫国有企业吗 你改变了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了 而且这样参进来啊 你是为了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税收的优惠啊 啊 那么但是呢 后来证明啊 这个这种做法呢 也受到肯定 也得到肯定 那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啊 经济的改革开放又是一种突破 人们认为这也是舍口心神啊 是不是呢 也是 但它不是这个核心啊 这个直到1981年3月的份呢 员更提出时间就是今天啊 效率生命啊 这个84年的时候 邓小平84年1月份的时候 邓小平带着全家到深圳来过节 过春节啊 那么这个 到了舍口参观 参观了海上世界啊 那么到了就看到这个 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这个标语 严格就指给他看 这是我们舍口提出来的 邓小平啊 当时呢 就表示赞许 那么19到了1984年呢 那么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变成一个大彩册 在1984年的 北京的国庆典礼上 开过 那北京的国庆典礼啊 都是各个省的彩车 那唯有这个 这个舍口这个彩车啊 是一个局部地区的 开发区的彩车啊 上面大字的标语 就是说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生命啊 这个当时 这是袁登提出来 人们都全部以为 这就是舍口精神啊 直到现在 人们认为也是这样子 因为受了邓小平的这个 这个肯定 我认为啊 这是舍口精神 但不是舍口精神的核心 啊 那么说来说 据说到现在 到底是什么是舍口精神啊 那么我 我告诉大家 1983年的时候啊 这个袁庚啊 在这个舍口啊 实行领导干部竞选上岗 啊 组建舍口管委会 啊 而且一年一度的实行信任投票 啊 那么竞选上岗啊 啊 不但其他干部竞选上岗啊 而且员更也参加竞选 啊 这个形成的舍口啊 形成了管理机构 民主选举的出行 啊 我觉得这个就触及到舍口精神了 舍口精神的核心了 啊 就是民主 民主选举啊 这是开发舍口啊 这个在舍口啊 实现了这个 这个一个 比什么 比什么这个岗位 这个超额奖励啊 比什么国有企业 这个入股啊 实行股份制啊 比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增并啊 更加触及到舍口精神的核心 就是干部的民主选举 一年一度的信任投票 干部能上能下 选下来就下来 成为普通的干部 选上去你就担任 这个 那么而且 员更本身参加竞选 嗯 那个时候呢 舍口通信报啊 就 已经创刊了 已经创刊了 那么在舍口通信报就提出了 任何干部的任期啊 都不应该是无限的 啊 那么 我觉得舍口通信报的 这个这个报道啊 啊 他们对此发展评论呢 就触及到舍口精神的中心了 啊 你想一想 在1983年的时候 在舍口啊 就提出了干部啊 这个任何干部的任期都不应该是无限的 这个 那个时候的思想比现在还先进啊 哈哈 这个 中共十九大修改宪法啊 这个 人大 中共的这个 人大修改宪法啊 这个 国家主席 这个终身制啊 那么 比1983年已经大步倒退了啊 啊 那么跟当时舍口通信报提出来的 任何干部任期都不应该是无限的 这个 已经是大大的倒退了啊 我觉得这是舍口精神 那么谈到舍口精神啊 我觉得 要谈非常重要的事件 我不想过多的谈什么 深圳的开 舍口的开发啊 这个怎么提高的效率啊 等等等等啊 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忘记啊 在整个舍口的 这个开发过程中 舍口的改革过程中啊 舍口精神的 这个确定跟发言工程中 那么舍口通信报啊 这个起了 功不可没的作用啊 这个舍口通信报我认为啊 是中国真正实现了 新闻改革的一张报纸 我在前段时间呢 我在 我跟大家讲到海南的时候 我说我去海南 当海南日报的总编辑 是在海南日报实行新闻改革啊 那么我在那个地方实行的新闻改革啊 那已经是1988年的事情了 跟这个1983年以后啊 这么舍口通信报实现的新闻改革啊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了啊 那就是远远不及舍口通信报啊 这个这样子大胆啊 这样的超前啊 这样的这个对这种整个整个这个舍口的 以至影响到全国啊 这个这个起到这么好的新闻作用啊 这个这个媒体的作用啊 那么他的核心什么呢 就是在员更的知识上保证了 舍口通信报的独立啊 和他的言论的这个这个超前 这个1984年12月30号的时候啊 这个舍口通信报创刊了啊 我纠正一下 是1984年12月30号创刊的 那么从此呢就开始了 舍口开发区啊 不但有很好的 建立的很好的制度 而且开启了这个媒体独立言论自由啊 舆论监督的这个旅程 那么舍口通信报应该是作为报纸来讲 作为媒体上当时在中国啊 是个独一无二的报纸啊 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家 再没有第二家 以至后来你比如说我在海南呢 所谓改革啊 那就难忘舍口通信报纸向背了啊 这个已经算不当什么什么 不过当然是一个省的报纸 跟一个开发区的报纸比较啊 那么它的困难会更多一点啊 情况如此啊 那么舍口通信报本来它也是党的报纸啊 那么舍口党委的报纸啊 那么它也应该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是它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猜一句我猜一句我觉得您对自己太过于贬低 舍口通信报我因为跟他们很熟吧 所以呢就是如果我评价的太低了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找我算账 但是呢在我看起来舍口通信报更像一个企业的内部报纸 啊它还你一个以上谈不上一个真正的党报 它是一个企业的通信差不多 它应的那个水平啊 当然到了后来有很大的改进 这个是超出奇的时候就像一个内部的小通信 是的 这个跟海南日报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你可以说它从规模上啊不同 但是作为中国的任何媒体啊 都是党的媒体都是喉舌 这一点上啊它跟海南日报没有什么区别的啊 当然它传小掉头啊往前走的比较容易 海南日报啊这个党报的根深帝国就更这个更严重一些啊 那这个当时的难度更大一些 我也不是贬低自己啊 我觉得我后来这个努力啊 这个比较舍口通信报 它做的一些大胆的举措啊 我觉得远远不够的啊 这个海南的改革啊是 你怎么说呢 我有很多遗憾啊 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做到 比如说现在回想起舍口通信报做到的那个样子 但是呢 我没有做到 因为海南啊它没有员耕啊 就是有个员耕作为海南日报那么大的一个省报 而且当时全国瞩目的一个省报啊 那么你要做到舍口通信报那个样子啊 那么也会遭到更大的阻力啊 那么舍口通信报啊 它小范围小 就你说的 就几千份报纸吧 开始就是 它最后也没有超过几千份啊 几千份啊 就我不知道具体的吗 就是两三千份啊 这个样子了啊 就这样的啊 开始呢 就是一个内部通信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一个单张 先生单张啊 后来发展一篇成报纸了 而且组成一个报社的班子 那么它的总编辑是谁呢 叫韩耀根 这个韩耀根呢 是什么人呢 我觉得 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 或者媒体的突破的时候啊 大家可能忘记了这个人 或者忽略了这个人 我觉得韩耀根呢 是令我很敬佩的一个人啊 他呢是毕业复旦大学新闻系 以后呢就分配到这个世界经济导报 作为一个编委 从编辑开始一直做编委啊 这个世界经济导报是个什么报纸呢 人们知道这个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社科院属下的一个报纸啊 或者说他挂套在上海社科院里边 我曾经去过这个报纸啊 这个报纸呢 当时在中国啊 也是非常大胆的报纸啊 开拓人们这个视野 使得立足于中国看到了世界这么一个报纸啊 那么这个报纸呢 这个刊登了很多这个人们所不知道的 关于世界上的各种新的潮流啊 新的经济经验等等这个做法 那么还要跟呢 就是这个编委啊 他的编委 当然世界世界经济导报后来在六四的时候啊 他们他们遭遇很很很悲惨啊 是吧 那么由于这个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 驻北京办事处啊 这个组织了胡耀邦逝世以后啊 组织了大篇悼念胡耀邦的这个报道 在世界经济导报刊登了几百 那么惹起了邓小平的震怒啊 要求这个上海的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啊 江泽民整肃 那么上海市委书记啊 江泽民呢 就看准了这个时机啊 就把世界经济导报关闭了 这个把他的一些人也抓起来了 包括包括这个世界经济导报 驻北京办事处啊 这个这个也是个编委啊 这个抓起来了 而且关了几年的监狱啊 这个张伟国这个这个朋友啊 现在还在 已经在也在美国啊 那么从从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啊 这样吧 而江泽民呢 利用世界经济导报啊 作为关闭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啊 作为垫脚石啊 受了这个邓小平的赞扬 而一越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啊 一越成为中共总书记 那么他关闭整肃世界经济导报 他是功不可没 那么还要跟呢 就是在世界经济导报的编委的这个位置上啊 他自己一个人到了舍口啊 开始呢 住在一个仓库里边啊 他没有钱嘛 他租不起房子嘛 因为舍口呢 也是因改革住房自理 不是像中国的一些机关的企业里边 给你分配住房 没有的啊 就在这个住在仓库里呢 创办了舍口通讯 你就你所讲的 开始还没有个报字啊 只有舍口通讯几个字 那么袁庚啊 这个看到还要跟来了 了解了还要跟其人啊 知道他非常讨乱 舆论疑虑 而且他本身的资历啊 是在世界经济导报工作 他是个编委 那么他一眼就看中了还要跟 他对还要跟说 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这个就说法 就有点像伯洛等来的千里马一样啊 那么袁庚啊 就对对还要跟的加以重用 他对说啊 这个 这些话都是很新的概念啊 都是很新的概念 80年代的很多干部说不出来的 还要跟说啊 一个有恐惧心理的社会 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 而80年代啊 人们还在文化大革命啊 以后造成的恐惧心理 还没有清楚的情况下 那阴影怀在的情况下 而且80年代初嘛 对不对啊 这个还要 袁庚啊 又引述了罗斯福的话 需要避免匮乏的自由啊 避免恐惧的自由啊 要免出恐惧的自由 这个 那个时候啊 人们现在罗斯福的这段话 大家当然是耳熟能详啊 那个时候啊 袁庚能把这样的话 一个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总统的话啊 引述来啊 跟他一个舍口通信报的一个总编辑讲啊 那么也是袁庚啊 他思想啊 非常超前的一个表现啊 他们就 他就讲到要在舍口啊 舍口通信报啊 你要在舍口宣传民主 要把舍口的人事财务等等情况 公主于众 让舍口人呢 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知情权和监督权 他给舍口通信报一个使命 那么 要舍口通信报发挥这个新闻监督的作用 要敢于登批评的文章 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啊 我们当时办报纸啊 也登批评文章啊 甚至不痛不痒的 登一些某一级的 最多到线团级这些干部的批评文章 再往上就不敢登了 就不敢登了 你比如说登到厅局级的批评文章啊 我在办报那么多年啊 很少见过这个有登 批评厅局级的文章的这个先例啊 先例参有 除非这个厅局长啊 或者地委书记啊 或者之类啊 他犯了错误 上级给他已经处罢了 那么报纸才敢于登批评他 那时候他已经垮台了 而袁康奖啊 就是在任的领导的批评领导的文章啊 那么韩耀根呢 这个袁康对韩耀根提出这些话以后啊 还要跟把袁康这些话 原封不动的登在了他的舍口通信报上 那么并且还要跟在舍口通信报 撰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 叫做恐惧告别吧 那么我说这些事情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舍口通信报 他将来所要展示的一个面貌是什么呢 他不但是这样宣誓了啊 向世人宣誓了 而且呢 也是这样做了 以后韩耀根呢 逐渐呢 在舍口啊 组建了这个舍口通信报 组建了一个班子 他这个班子不大 可能就是五六个人吧 我去过他的编辑部 包括后来 你忘了海外的 这个现在在法国的安琪啊 你知道吧 一个一个女孩子啊 他现在年纪大了 他在海外加下根来 而且他到海外很早的写 写了一些撰写著作 叫民主的痛苦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给他出版的啊 我就不记得了啊 但是不是我出版的 但是里面收漏了一篇 我对民主运动的批评 所以呢就是 一直就被认为民运是认为我批评的太厉害 因为那是1990年还是91年 我就认为海外民主运动啊 能够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这个要能够影响中国大陆非常困难 不要说能够影响中国大陆 能够搞清楚 中国大陆在发生什么事情就不错了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民运比较高潮嘛 我这个批评遭到很厉害的批评 所以层子一号我也不批评民运了 我才发现我就是说啊 在中国大陆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海外这个猫屁股也摸不得 所以我层子一号也不批评了 那么这篇文章是 安琪把它收落在他的痛苦的民主中间 这本书非常好 安琪民主的痛苦 这个这本书所阐述的观点呢 直到现在呀一一正式 三十年代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啊 一一正式了安琪当年的论断 当然也包括你当时的这个批评啊 可惜你没有往下走 不敢啊 不敢这个也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 这个当现在民运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问题很多啊 就是你不批评啊 有人还还要说你这个那个了 是吧 变成生存很困难了 这个有时候成为众矢之地啊 他没给你安上什么中共的特务啊 什么大外宣 中共特务第五阵队都来了 保共改良派啊等等啊 对对 你已经说我是江泽民嫡系 现在说是习近平铁粉 一概可以不用理他 一概可以不用理他啊 走自己的路子啊 那么我就发现 发现安琪 您我我们三个人好像都是有一点媒体一根筋啊 不太在乎这些政治势力 对吧 不去理会他 不去理会他 这个我是也受到不少人的这个责难啊 非议啊这样的 我的态度啊 就是不去理他 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那么安琪呢 后来这个 他是 我90年代 就是到美国之初 我在洛杉矶办新闻自由导报嘛 我在洛杉矶办新闻自由导报 你在加拿大 办这个新闻自由导报 加拿大版 对 加拿大版 那个时候呢 我组这个班子 安琪呢 曾经给我打过电话 说希望到新闻自由导报来工作 但是呢 可惜啊 那个时候新闻自由导报的人事权啊 不是我全说了算数 我们是小报社 大框架 对 哎呀 这个那个传取新闻自由导报 以后我有机会我也谈谈这段历史啊 那也是一段 正如安琪啊 和你当时的预言 对吧 这个海外民运的复杂性啊 复杂性这样的啊 这个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我辞职了 不干了 那么安琪呢 也在法国啊 他后来变了 办了民主沙龙啊 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 据说后来嫁了 一个法国的 什么外交官呢 是吧 那是 至敏丁大使 哦 那是 那是另一个 另一个故事了 啊 早几年我到他们家里去过 啊 这个 大使还会讲中文呢 哦 OK 这个安琪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啊 很好的女孩子 现在年纪都 年纪都大 他是陕西来的 不是陕西 甘肃 甘肃来的 甘肃兰州的一个青年报啊 什么什么 对 这个 甘肃兰州的青年报啊 这个 当时的安琪应该是 他里面的一个骨干 你从安琪他自己的思想啊 你可看到 还要跟找的一些人呢 都是一些什么人 当然还有其他人 还有其他人 都跟还要跟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自同道合的啊 他就把这个舌口通信报 办得有声有色 当然何平你认为 核心通信报是个小报啊 没有没有 我是讲他相比这个 我不是贬接他的意思 我的意思相对于 深圳台日报 相对于海南日报 它是一个 一个工业区的报纸 它也不是一个区委的报纸 所以不太一样 嗯 不太一样 是的 是有点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精神啊 我觉得难能可贵 那打 非常难能可贵 而且里面有很多优秀的媒体人 韩耀康之号好像是张梦辉吧 你还记得张梦辉吗 我这个后来我就不记得这些人了 韩耀康之号是张梦辉是好像从吉林来的 但是在八九年九年你好像是去世了 嗯 这个后来我我对韩耀康有兴趣 而且跟他有所交往啊 这个也非常赞赏他 在深圳的媒体人里边呢 我是当很多很优秀的一个朋友啊 这个很好的朋友 李明英啊 你刚才很熟吧李明英 李明英啊这些人呢 他是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毕业的嘛 这个他们都很优秀了 李明英英啊 李明英啊 李明英啊 对啊 他后来是很牙抑嘛 1989年64之后就是他本来是政治部的嘛 真文部的 真文部啊还是叫什么 就是政治部的部长嘛 举人嘛 一切提不上去 然后就是喝酒啊 然后搞了个餐厅呢 后来就很快就死了 还遗憾 哎呀 这个不该呀 不该呀 人生呢有很多起伏啊 失忆的时候啊 要学会开解自己啊 要学会乐观对自己乐观 而不然呢 你很容易沉沦下去啊 沉沦下去 那么要适应新的环境 不改初衷 同时要适应新的环境 不改自己的理念 同时适应新的 不然呢 环境的变化啊 你会造成很多身体的疾病 我们海外很多朋友啊 出来海外以后啊 得了癌症 我对他们的说法啊 就是 出到海外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那么 这个新的深层的忧郁 这个最能够使人呢 身体啊产生变化 产生变化 我有不少好朋友 都得了癌症趋势了 他们不该这个样子的 你比如说 我不是说这些人 就一定是我 说这种情况啊 比如陈一兹 刘明燕 后来 人民日报出来的 我的也是好朋友 吴学灿啊 这都是得了癌症趋势 包括这个 王若旺啊 等等这些人啊 我觉得他们 也许很大一步 因素啊 就是环境的 极率变化 落差非常大 使他们难以 精神上承受不起 在精神深处啊 有深层的 有深层的 因此的 像李明这样 我觉得很可惜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啊 这个他应该很好的 适应外边的 变化的环境啊 这个不该是这样子啊 对 算什么嘛 对不对 人生就是这样的 任何处境 都是一种体验啊 而不该这样的 我跟你们讲 我到美国啊 一直大多数时间都办报 那么在美国这个办报啊 或者是当个记者啊 那跟海南日报 当个什么 那个威风差远了 但是你必须要适应这样 你要乐观对待 何平我跟你讲 我还在唐人街打个工啊 是吧 在商店里 商店里卖杂货啊 是不是啊 那我那个商店里卖杂货啊 我跟我一起的 还有中国的国家 一级演员跟我一起打工啊 你乐观的面对 非常有乐趣的面对 你曾经没曾经历过的 这种一种人生经历啊 在一个杂货店里去卖工 去打工啊 那么你很有兴趣的 这个来处理自己的这种 人生可能不会有的这种经历啊 那么我在那个打工时 我任何很多流浪汉 认识了中国的最大的唐人街里边 底层的社会倒是怎么样的 我认识流浪汉 认识了一些妓女啊 认识一些各种各样吸毒者啊 也认识了唐人街里边 一些很好的一些个 一些朋友啊 那么这是人生的经历啊 丰富的自己啊 你乐观面对啊 那么你就走过来了嘛 对不对 你就走过来了 所以不该说到李明英了 就是他应该我佩服的一个媒体人啊 后来我觉得在深圳的诸多的这个媒体人 我将来还要专门有一节啊 我想谈谈关于深圳的媒体跟媒体人啊 专门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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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年的时候 毛泽提出的舆论疑虑 这个样子 那么到1985年的2月份 舍口东新报就果然开始实践了 就刊登了一个署名 叫曾明黎的读者公开信 这个直接公开信 直接批评袁庚的不懂企业管理 这个题目叫做该注重管理了 向袁庚先生敬一言 这个信写的非常尖锐 这韩耀根就把这封信 在没发表之前 就拿给袁庚看 袁庚拒绝看 给他审查 袁庚拒绝审查 给了三次给他 那么韩耀根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试一试袁庚 还是真的批评领导 这么大量的言论 批评他不懂企业管理 说袁庚 这基本上是否定的袁庚 对不对 这样的 这个这么重要的文章 那么袁庚三次拒绝审查 那这个是我想起了 这个赵紫阳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人家宋神给他的文艺作品 包括电影 赵紫阳拒绝审查 而且告诉我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审查文艺作品 你们发表起来 叫公众来评判 我觉得袁庚那个时候 1985年的时候 他真的有这种思想 非常难能可贵 送去审查拒绝 到了1985年11月份 这个又发表了 这个叫做什么 陈奈仙的文章 那么里面说到 袁庚此说一半可取 就是袁庚发表了一个见解 这个陈奈仙呢 就在舍口通信报 发表了这个文章 就是你这个袁庚 你这种说法 只有一半可取 另一半是不可取的 点明了批评了 当时的舍口的第一把手 党委书记管理会主任 这个袁庚 当小的批评 批评各级领导的 就更多了 那么这个文章发表 这个还要跟 据说就没有 把它送给袁庚审查 发表以后 受到袁庚的赞扬 这个袁庚的赞扬 不是虚伪赞扬 说好好批评 我在心里不高兴 他不是啊 他就在舍口 树立了这种风气 媒体的舆论监督 这个树立起来了 那么这是对舍口的建设 是好事啊 那么舍口就担负起了 舆论监督作用 我不能说是 由于舍口通信报 全部的功劳 那么自从舍口通信报 起到对舍口的 大大行销领导 实行了监督批评 包括袁庚本人 那么舍口啊 在19到1986年 从这个1981年到1986年建立啊 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 干部以权谋私的事件 如果你以权谋私了 被群众检举了 你下一次就选不上了 对不对 那么你就会在舍口通信报 这个公开的被点名了 批评了 因此舍口啊 没有发生任何一个干部 以权谋私的事件 那么后来 有的干部呢 就调走了 调走了 比如说当时舍口开发区的 党委第二把手 叫于的海 他是好像是总经理啊 总经理啊 那么后来南山这个区啊 设立以后啊 就深圳呢 就把他调开 调到调离舍口 到了南山区当区委书记 就深圳的一个区的这个书记了 而不是舍口公园区的时候啊 他升官了 调到南山区当书记了 后来不久就成了贪污犯 被抓住以后 于德海啊 判了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啊 还是什么 那贪污的数量不少 于德海这个人我认识啊 这个当时也经常去 去找他打交道啊 抱着舍口啊 人呢 看起来非常好啊 是不是啊 很谦虚啊 很谨慎啊 对不对 在舍口的时候啊 一到达南山区委当书记 就成为一个大贪污犯 被抓出来了 看了刑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 那么圆庚有一个说法 叫做局深淮南为局 啊 局深淮北为局 啊 就是同样一个局 这个是一个很很很古老的一个说法了啊 那么就是同样的一个局子吧 你到了中的在淮南 它是局子 到了淮北啊 这就变成直了 变成一个一个很很很不好的一个一个一种果子了啊 一种果子了 嗯 这就是说你假如营造这种土样 营造这种气氛的 那么即使不是一个素质很好的人 他也成为一个清凉的干部 即使到了到了另一个没有这种土让 没有这种监督 没有民主机制 那么即使你原来是个好干部 你也成为一个贪官 一个坏人 啊 那么我想到现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贪官嘛 他们原来啊 并非都是贪官的啊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土壤嘛 有这么个土壤嘛 对不对 没有舆论监督嘛 党说了算嘛 党领导一切嘛 没有法治嘛 对不对 那所有局子在中国这个土壤上都变成直了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这么情况 而要建立这个民主监督啊 这个建立这个法治啊 那么这些官员嘛 必须牺牲自己的特权 首先要取行党领导一切 这样的啊 实行民众的对这个领导干部的监督啊 这个并且建立这个这个权力的监督跟分享啊 啊 这个这个制度啊 那么归到现在舌口清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重要一条体现在舌口通讯报的建立和创立 就是实行舆论监督啊 对干部的舆论监督和本身对干部制度的改革 能上能下这个这个实行群众的选举跟监督这个制度 归根较底舌口精神什么呢 不是开发了多少土地 不是引进了多少外资啊 不是实行了多少这个经济制度的改革啊 啊等等等等 那是舌口精神的一些内容 但是最主要的精神按照员根的话来讲 是人的观念的改变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啊 从这个开始的啊 那么后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舌口精神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 我和觉得他跟深圳的这个这个经验一样啊 啊所谓深圳速度几天一层几天一层啊 或者建成一个大城市啊 我没有说我反对建成一个大城市 但是呢他不是深圳开发的重点 不是深圳精神重点 而是深圳的改革啊 包括后来我说到移植香港的这个这个 这个整套的管理制度跟法制系统啊 这个哎呀我我以前谈深圳的 还好像还谈晚了一点 谈漏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 那个和平你还记不记得 除了移植香港的经验呢 当时梁乡啊还提出建就发行特区货币啊 啊这个这也是当时深圳这个大的 都是没有实现了 都是梁乡的一些一些个这个这个 呃没有实现抱着遗憾跟遗憾的 当后来1986年以后不可能再实现了啊 那么讲起这个深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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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就是这样的到1986年以后啊 蛇口通信报还创办了新闻沙龙啊 在这个什么 所以这个后来安琪啊 到了法国以后啊 创办了民主沙龙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借鉴了 这个当时的蛇口通信报啊 创办的新闻沙龙 那时候这个蛇口通信报的新闻沙龙 就提出了一条叫寻找改革的男子汉啊 他办了很多期大家自由的发表言论啊 当然后来这个1986年呢 袁庚啊就不再竞选官委会主任了啊 那么韩耀根呢也被解职了啊 那么通信报啊 这个通信报就逐渐的改变了方针啊 那么到了1986年89年啊 88年89年的时候啊 蛇口的民主选举制度啊 就慢慢的淡化了取消了 又改为上级的委派制 由于员根不在了 新闻沙龙也停办了 蛇口精神呢也就开始淡化了 淡化了啊 那么留下来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 啊 到了1986年的89年的时候啊 六四呢 蛇口通信报被下令停开 因为蛇口通信报的全体编辑记者啊 那个时候啊 这个也对这个北京发生的六四屠杀 表示极度愤慨和抗议啊 嗯 到了1990年的时候啊 蛇口通信报就 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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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成了一个蛇口通信报 改为蛇口消息报 那么这个蛇口消息报啊 就回归党报 回归党报 那么从此开始啊 那么蛇口的精神啊 啊 也就在名义上 他也不存在了啊 就到此终结了啊 随着圆耕的辞职啊 啊 他人毕竟年纪大了 那么随着 啊 这个蛇口通信报的被下令停开 那么蛇口精神啊 这个也就示威了啊 示威了啊 那么当然 他的原因呢 是整个蛇口的改革开放 你敌不过中国啊 从北京来的 那种强大无比的 扼杀任何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 保守势力啊 那么又回归到原来 这个样子的啊 这个 那么圆耕耕 为什么能够在蛇口这个地方啊 他能够 这个提到这么大 那袁刚是不是神人呢 梁香跟袁刚都不是神人 他们的思想哪里来的呢 我觉得袁刚的很重要的思想啊 是由于他长期的香港工作 所以我现在一直强调 这个现在当局啊 这个把香港扼杀掉啊 他不但是扼杀了一个生金蛋的鸡啊 一个生金蛋的鹅 不但是扼杀了这个 而且扼杀了香港这样一个窗口 带给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种地气 这种巨大的影响 他扼杀了这个东西 香港金融中心的这个丧失 对于是一个方面 那么香港整个精神 他面对世界所带来的那种巨大的思想 动力啊 给深圳的开发 以及整个总国开放带来的借鉴啊 所谓打开了一张窗户吹来的一些南风啊 那么这把它整个的关闭了 那么袁刚啊就是在香港啊 这个工作啊 他得到了这种思想了 所以没有香港啊 就没有袁刚的现代思想啊 所以袁刚的思想啊 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在思想里固有的东西啊 他如果不是在香港工作 也许他就是在中国国内一个比较改研的干部啊 从他性格这个这个出发啊 而在香港工作呢 他就变成一个改革的先锋啊 一个深圳的创立深圳经验的 蛇口精神的一个不朽的一个历史人物啊 那么有人说袁刚啊 这个开明啊 也是唐太宗氏的开明啊 唐太宗氏开明 那么开创了贞观之治啊 对啊 以后呢贞观之治以后啊 这个这个后来的两代皇帝啊 也延续了他的这个贞观之治的成果啊 那么唐太宗氏的开明啊 这个在在出现 在出现秦始皇的这样一个中国啊 秦始皇当政的这个一个这个时代啊 出现个唐太宗啊 也不容易啊 但是唐太宗啊 他毕竟还没有脱离他当时的那个帝王这个体制 没有脱离帝王体制 因此呢 他这种开明也是人质的开明 还没有从法治上确立一种制度的开明 比如蛇口通信报的改革 他不可能在深圳呢 设立一种法治保证蛇口通信报 他在法律上的地位啊 保证他法律上的言论自由 办报独立的这样的地位啊 那么蛇口这个实行的干部制度的改革 也没有任何一个法治立法使他得到保证 因此员更的开明 员更在深蛇口创造的奇迹 也只能是唐太宗氏的开明啊 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是不为过的 那么随着圆更的退休啊 叫做过去叫做人亡正熙啊 在深圳的在蛇口啊 也是人退正熙啊 1992年圆更特地退休了 特地退休了 他定居在蛇口啊 养老了啊 2016年的1月30号啊 那么蛇口人呢 这个那个时候圆更啊 已经百岁了 百岁了 那么蛇口人呢 在蛇 圆更已经百岁了 那么圆更在蛇口啊 就与似长迟了啊 那么圆更晚年的这个这个心情是如何呢 我没法去踩断啊 但是我可以这个做一些个 无法确知 但我可以做一些踩断啊 就是圆更他本身在蛇口退休知道事事啊 那么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呢 他在蛇口 他亲眼看见了 后来的蛇口 已经失去了当时改革的色彩 就是我刚才说的 又退回到 人质的蛇口 和整个深圳一样啊 这个这个蛇口工具区逐步淡化一个 普通的滨海城市的 一个区 一个行政区而已 一个开发区而已 如果是圆更活着 看见了这样一个淡化啊 这样一个淡化 我相信呢 他的晚年呢 也一共是很犹豫的 很犹豫的 但是圆更啊 从退休以后啊 在没有对外界发言 没有对外界发表任何评论 也许他觉得 他在的时候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 现在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不光是蛇口 整个深圳呢 也由一个经济特区 逐步淡化为一个沿海的一个城市 一个大城市啊 也逐步变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啊 啊 那么 这个后来在2017年 这个圆更逝世后的一周年呢 那个深圳的海上世界啊 那个大船呢 你还记得吧 开了一个大船 后来变成了旅馆了 旅游点了 在旁边竖起了圆更的一个塑像啊 但这个像我都没有看过了 我看到一些个资料讲了 那个圆更神采意义啊 迈不向前 哎呀 这个塑像 他比良香幸运 有人给他塑了塑像啊 没有遭受的阻拦 但是这种神采意义迈不向前的形象啊 塑造的也是圆更的过去 而不是蛇口的现在 那么我说过蛇口的现在啊 已经成为一个 沿海的一个大城市的一个普通的区而已 所谓后来又搞什么 前海开发区啊 又建成一个曼哈顿啊 而建成一个中国的曼哈顿之类啊 那到现在也不见消息啊 那么人们也没有在乎那些事 因为习近平啊 许诺建的这个开发区那种许诺太多了啊 人们不带藏一回事啊 这个8月26号是深圳这个特区啊 和建立40周年呢 我深圳呢 大肆庆祝啊 还有其他几个特区啊 因为特区条例8月26号颁布嘛 是吧 大肆撤去 我看到国内线议论呢 就认为 好像没有人对深圳的40周年呢 再发表任何表示庆贺庆祝啊 或者回忆的文章了 没有了 大家都没把它当一回事 因此呢 特区建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啊 在深圳搞得非常隆重 包括舌口据说也搞得非常隆重 那么在珠海厦门山头啊 等等地方也搞得非常隆重啊 这个但是呢 在整个中国啊 好像没有提出来 媒体的这个舆论 它叫自害 嗨 热 对不对 自我 怎么讲啊 就是自害 怎么讲啊 就是自己在庆祝而已啊 没人把它当一回事了 那么深圳现在啊 在中国人体这个心目中啊 也就是一个中国一线城市 多了一个一线城市而已啊 那么也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了啊 那么深圳呢 已经包括舌口啊 就不是当年的深圳个舌口啊 已经不足为信了啊 不用再提他了 不用再提他了 你提他 跟提广州上海 甚至这其他的城市 天津北京 是一个样子的了 无所谓特区了 叫做特区不特 回归到旧的体制 一切都是按照旧的体制 那么最近 而且还要比旧的体制 那最近香港有些 准备逃一些小孩啊 准备逃去台湾 那么深圳的广东武警 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就放在深圳啊 他变成遏制香港的一个城市了 摆在香港的边上 遏制香港的一个城市了 那么深圳的精神的示威啊 那么是不是真正的 没有 有影响呢 我告诉你 还有影响 在1988年1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我已经 我已经在海南了 但是我知道 深圳发生过一个 舌口 发生一个叫做 舌口风波 当时全国的报纸 包括人民日报都报道了 我在海南日报我也报道了 我也报道了 就是当时的青年教育专家 三位青年教育专家之一啊 其中一个叫做李彦杰 到舌口青年去演讲 并往两位专家 一个叫取消 还有一个叫做啊 就那个残疾的坐轮椅的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我忘记了 张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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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全国 风靡全国啊 这个做了几百场报告 向全国的青年啊 做报告 那么每到哪里啊 都是掌声伺候啊 这个使得青年们热血沸腾 对不对啊 那么整个的报告啊 一个基调 就是这个要这个遵照党的指示 党的领导啊 这个等等啊 都是现在讲起就正能量了 正能量了 但是李彦杰这套说教啊 这个实际上是在舌口来讲啊 认为是臣服的 他到深圳 他到舌口啊 就向舌口的青年呢 进行一次演讲 就在那次演讲上啊 这个红遍全国李彦杰 就在舌口遭遇了滑铁炉 当时的舌口青年呢 1988年啊 就对他提出了很多质问 那李彦杰的哑口无言 没法回答 没法回答 就说这样一个在全国普受欢迎 而且受到中央的肯定的 这样一个人呢 在舌口遭遇了滑铁炉 那个时候啊 那么中国的一些青年呢 也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中国青年报发表 一个叫做什么人的一个青年讲 人生的路怎么这样难走啊 越走越窄 就是这个 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为什么 对对越走越窄 为什么这样 他这个当时呢 这个这种精神呢 在全国的青年们 已经有门发这种精英 因此舌口的青年呢 就舌口当年积累下的舌口精神 在舌口的青年里面 游存还在 那么叫做舌口精神 虽然是微啊 但是在舌口啊 1988年的舌口风波 仍然在舌口放出最后的光芒 也就是最后的光芒 这是说的好听的 说的不好听的 就是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 那么1988年那个风波做过后啊 到了1989年六四了 那么舌口精神呢 就彻底宣告 灭亡死亡 不复存在 那么到现在为止啊 我要跟大家讲述的舌口精神呢 这个过程啊 这个我所认识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没有 那么回头的一句话 就是人们熟知的 时间就是今天 效率生命 它不是舌口精神的本质 舌口精神的本质 体现在援耕创造的民主监督 干部能上能下 体现在舌口通信报 这个独立办报跟发挥舆论 这个监督的这个精神 这个包括监督最高领导 监督最高领导 但是呢 这种精神 随着舌口通信报的关闭 监督的退休啊 就已经覆灭了 因为他没有最后通过法制 以保证 以保证 那么走到现在 监督这样来自于香港 发扬在舌口精神 他已经去世了 我们对舌口精神的回忆啊 仍然是一种回忆了 变成一种回忆了啊 很可惜 经过了那一阶段 所以我回忆在这段阶段 我心里也感到悲哀啊 包括对于深圳啊 走到今天呢 我感到悲哀 没什么好庆祝的 是不是啊 建一个大城市 你庆祝什么吧 是吧 在哪里建一个城市 不可以啊 攀枝花一片 这个一片荒地啊 因为那里有铁矿啊 这个就就建起了钢铁厂 现在发展一个中等城市啊 对不对 哪里都这样 克拉玛依也是这样的 大镜也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没什么好宣扬的 好宣扬的 哎呀 我讲的不得和平 你批评 各位 这个 我怎么敢批评呢 请你批评啊 我这是 最希望的是 我们有这个 后台的很多观察员 很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在谈海南的时候 谈的很多 很长 对吧 但是人们对海南的热情呢 要高估对深圳的热情 您注意到没有 是的 是的 我海南 哎呀海南我可能谈的还不够啊 这样 但是在海南呢 好像大家反应更热烈一点啊 在深圳呢 大家就没那么热烈 这个 海南的结局啊 有点惨烈 深圳的结局啊 按照人们 这个讲的这个 提案讲叫 温水炖青蛙 它逐渐的死去 逐渐的死去 是吧 那么深圳 想良香 袁庚的结局 袁庚是一个 说一个 全身而退啊 他本人啊 而且还给他 造了个塑像啊 他不像良香啊 连个塑像都造了不起来啊 他想回深圳 埋在五同山上的 那种遗愿啊 都得不到什么 他的塑像 至今仍在摆在 建工局的 那个工地的附近 还是这个当时啊 这个工程兵啊 他们后来成为 建筑集团公司啊 他们这些 这些朋友们 这些战士们 后来这个工人们啊 给他塑的塑像 现在仍然不能够安装 这样的 那么逐渐逐渐死去 从1986年以后啊 历任领导 逐渐逐渐把他 而死去 那么海南呢 是战然而止啊 死亡的有点惨烈 有点悲壮 海南呢 伴随了六四 伴随了六四 而深圳呢 1986年开始啊 就慢慢的死亡 而这个死亡是渐进的过程 由特区 而变成一个城市啊 是个渐进的过程 人们还不知道 他已经死了 许多人认为 他还是很好的一个深圳 人认为发展的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是不是啊 你看美国制裁的企业 都在我们深圳了 都在深圳了 这个东西人们 所以中国人呢 对这个改革开放的认识啊 这不但是中央的报道 作为人呢 包括学者们呢 一些专家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啊 他们也是完全缺乏认识 到现在为止啊 完全缺乏认识 一个是缺乏认识 第二个是 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对改革已经缺乏兴趣了 认为现在这么改 怎么样 没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这个认为改革开放就错了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跟他党可能今天还维持不下去 所以对改革开放本身 现在很多人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了 是这个叫做这个什么人都有啊 一个树大的什么鸟都有啊 那么现在人们还回忆文革嘛 对不对 我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还还要回到文革去啊 是吧 竟然什么文革的什么什么 这个包括哎呀 太复杂 什么红二代啊 或者什么玩意儿啊 出现了一批啊 什么金菜人啊 您现在喝口水 喝口水啊 听听我们这个观察员 有什么话说啊 请第一位讲话讲话 和平先生好 这个陈凯先生 你好 一个方面也祝福陈凯先生 这个身体健康 然后呢 我刚刚听到您说好 就是一个人呢 确实有时候经常会被很多人 这个不理解啊 被歪曲啊 指责啊 有时候我也挺感动的 我觉得是一个人 呃有时候你想坚持自己的观点啊 然后确实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呃这个这个呃 就批评啊 等等啊 然后我想说呢 因为这个深圳呢 也确实这个 因为我在生活在广东啊 然后呢 我也经常去反正深圳 确实发生蓝山呢 我觉得特别蓝山区 呃 它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啊 现在也确实GDP也相当于这个大半个新西兰的经济这个经济规模了 就是一个蓝山区啊 就相当于大半个人啊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 我觉得深圳的这个精神呢 呃 我觉得它还是还是一个高科技 像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也就在高科技 假设中国在高新技术方面啊 能够这个在呃 特别在新建呢 呃 然后包括我们的教育方面呢 能够突破啊 呃 啊 包括这个 呃 像这个 嗯 华为啊 中兴啊 啊 等等 呃 它确实这些企业也确实 像现在华为的话 它的市值的话 假设它上市的话 它绝对是超过一个万亿的这个公司了 啊 所以我感觉呢 这个蓝山的 应该这个 应该说 呃 因为深圳还不仅仅是一个大城市 我觉得还 还是应该它的一种 呃 以高科技 一种创新 为代表的 啊 这个一个高新技术的城市 啊 因为就像相对讲 呃 这个香港 以前的香港确实比深圳要好几百倍 啊 那现在呢 因为深圳的高科技这方面领先了 呃 所以现在的GDP的话 啊 应该差不多 今年可能相当于一个半 呃 一个多香港的这个规模了 当然我觉得可能民主与法治了 这方面确实还是不足 这个也不仅仅是深圳的问题 啊 这也是全国 就包括啊 很多很多 有些方面还有不足 但我觉得深圳这个作为特区 作为一个这个呃 沿海开放城市啊 那他对这个呃 中国的这个啊 带动啊 和拉动啊 这个确实还是 就像就像美国讲 美国总统就上台 川普他最关键要解决就业 那深圳呢 通过深圳的这种发展 他带动了科技 呃 他影响了就业人口 虽然现在可能工厂 签到东莞啊 或者签到这个呃 其他的地方 但是他都和深圳 有息息相关啊 所以我感觉的这个 我想听听这个 这个心态 陈凯先生哈 就是您 我觉得这个 深圳的我觉得定义 应该还是个高新 技术城市啊 高新科技城市 那未来呢 也是应该是一个 第三产业啊 发展啊 这个一个城市啊 那我觉得 未来的发展空间 还是非常的大的 啊 他有可能要通过 而且深圳很有可能 成为一个特经济特区 啊 他假设他把那个相关的 这个呃 惠州啊 啊 等现在已经把这个 像包括扇尾啊 啊 等等 包括一些飞地 上他已经是 纳入深圳的管辖了 啊 我相信深圳的话 他的经济规模 甚至有可能啊 这个会再上几个台阶 啊 所以我对深圳还是 比较是乐观的 这有点和你不同 啊 我想听听您对 深圳未来的看法 啊 他的从经济建设 和科技方面的 发展看法 谢谢 陈凯先生 要我来回答吗 你等一下 统一回答 是 休息休息 请下一位 陈凯先生好 你好 你好 好 老播辛苦 您的声音 听不太清楚 您哪位啊 我是习晨 哎呦 你嗓子怎么哑呢 怎么回事 病了三天 昨天刚好 哎呦 哎呦 那您多喝的水啊 是什么病啊 没有大问题吧 没有 首先声明 没有得这个肺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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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 我们这里的气候变化比较大 而且干旱 我在那个华盛顿州和俄罗港州的交界地方嘛 联系里面的这个空气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刚才陈凯先生说的这情况 我们这里也遇到了 而我的那个邻居啊老美啊都说 俄罗港州从来没有过的 加州是经常这个山火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跟你一样的感受 可能是都有各方面的影响吧 就有一点 现在能听清我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 我就看了您嗓子不熟 一下子就担心起来 那个很想很想念陈凯老先生 几个星期 没看见 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 都按时的在那儿等着您的发言 等着您的演讲 很好的聆听 结果很失望一段时间 今天好容易又听到你 很开心啊 谢谢 大家很开心 那个我觉得今天 你讲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 其实你前面在讲到 深圳的这个改革的时候 就讲就已经讲到了 其实就是深圳真正的改革 是死亡了的 那么蛇口 你讲到特别讲到 圆根蛇口的改革 不仅仅是速度和效率的问题 主要是一个对体制的改革 对这个一种 怎么讲的 其实它这个里面 含含包含了很多 当然在当时是不便直接说出口的 就是我们现在认可的那个普世价值 对于这种自由的理念 对于民主的这种追求 当然有些话在当时是不能直接说的 但是呢 他的精髓是在这里 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说法 我今天举一个我所了解的 就比较 我自己了解的一个具体事例 来补充你的 关于这个圆根 这个蛇口这个改革的一个理念 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有一个在四五事件的时候 在北京非常出名的一个人 叫周卫明 你没听说过 你可能不一定听说 我不说 当时在四五事件的时候 不是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吗 一个就是所谓小白花事件 就是这个清华大学 当时的一个工冬兵大学生 叫周卫明啊 他是上海的一个高干子弟 然后呢 在四五事件的时候 在天安门呢 站出来 而且呢手捧小白花 朗诵一段诗词 这有照片呢 有照片呢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嘛 就是所谓那个小平头嘛 就是明 那这两个人物都非常出名 秦始皇时代要结束了 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人物呢 我待会讲就跟圆根就有关了 这个当时呢 他是四五事件以后就被抓起来了 以这个当时这个 这个反革命罪什么罪 当然是判刑了 但是紧接着 因为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发生以后 九月份毛毛泽东就去世了 然后到年底大概十月份 这个这个四人帮就给抓起来了嘛 那么这个事情有一个 慢慢有个很大的翻转 第二年就是到一九七七年 这个周卫明就给 算是给平反释放了 释放的我是七七年的年底呢 入清华去念书的 那么他因为释放了 耽误了他的学历 让他继续在清华呢 继续又让他的补 他已经没有能念的书 让他补回来 所以他一直读到毕业 所以我们同校一段时间 当时这个人呢 在清华大学里 我们这批新入学的学生当中 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那么这个人呢 按理说他四五事件 就是要拥护邓小平上台 为邓小平好像是跟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啊 是站在私 邓小平的这一边和四人帮之间进行斗争 那么按理说这样的人物 当然后来平反了 那么邓小平付出以后 对这样的人是要重用的 但是事实上证明 这样的人在共产极权的体制下 永远是吃不开的 虽然你当时主张邓小平应该付出 但是根本上来讲 共产党就视为这样的人 是对共产体制的一种威胁 所谓造反者 所以这个人到后来呢 赚来赚去赚来赚去 到毕业以后出去到很多地方啊 三天打鱼两天赛往 哪个地方都不要用这个人 吃不开 没想到呢 有人呢就把这个人呢 推荐给元根 说这个人 这个学历也好 因为他后来在清华还念到硕士毕业 那么当然不仅仅是工农兵大学生了 他已经跳跃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 有学历的一个高材生了 那么在各个领域里 他是 我忘了他是搞什么的 他是当然是清华那个时候是 是工科嘛 他是学自动化 控制的 不是什么的 但是后来他就搞金融 那么到了各个地方都非常吃不开 翻过来 也是我的一个同学 我中学的同学 我们念叔叔同时在北大的 叫翁永熙 那个人就非常吃得开 就是在那个叫国务院农村体制办 农村体制实验室 就是陈小龙的那个叫什么 政治体制 对 经济改革研究所 您刚才讲的中卫民很有名的 在谁考 对 是是是 像翁永熙呢 在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底下的叫农村办公室啊 他就是出了个所谓叫十六字诀 被那个陈云看上了 实际上就是全是陈云的那个鸟龙经济政策 像那样的人 能够头上所好来为体制说话的人就非常吃得开 但是这个周卫民啊 这么样一个才子啊 走到哪里吃不开 人家有的是不敢用他 有的就是嫌弃他 就认为这个人是一个 讲穿了就是有刺耳头的反共产党的人 好 结果有人推荐给元根以后 他就去了 这个元根就把他遭到蛇口 这刚才何平先生也讲了 他到了蛇口以后 具体认他什么我不知道 元根跟他做了谈话以后 就跟就这样说 说这个人啊 有思想有水平 正是我们这个这个蛇口啊 这个改革需要的人才 对吧 他是整个蛇口工业区的副总经理 哦都做到副总经理啊 实际上蛇口的很多的具体政策是他操办的 员工是领导者 哦那你讲对 那就说明我原来没有想到他能够元根这样子的用它 我只是知道别的地方不敢用它 但是元根肯用它 居然用到这个程度 这是何平先生提供的信息 就可以看出元根这个人的思想 就您刚才讲的 他不仅仅是体制内的一个改良者 或者是一个为了经济开发的这么一个先驱者 他根本是有一个具有非常先进的思想的这么一个 算是当时党内的这样一批真正的很好的这批改革人物 可以说自从六四以后 这个这样一批改革人物啊 基本上就该灭亡的就灭亡了 该打下就打下了 就像您也是一直能够在这个媒体啊 为这个自由的思想 为这个先进的这个理念啊 能够一直呐喊到最多就是到八九领域 我有一次在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明镜平台上做过一次 也是作为嘉宾讲过一次 我说八九以后 共产党内真正有良知的 有能够对中国能够有有有有 有促进进步作用的 所谓党内的体制里的好的人 已经被消灭完了 要么就跑出去了 要么就给抓起来就完蛋了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呢 来证明一下 圆根能在那样的时候 别人不敢用的人他敢用 而且刚才何平先生给我补充很好 唯以重任 对于舍口的这个发展啊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这个人有一个了解 在开始的 社科的旅游公司 地产公司 港务公司 他是具体的总经理 然后他是整个工业区的副总经理 非常银行有关 圆根的管家人了 是吧 所以这个人是确实很有争议 因为他 你想好了 在政治运动当中敢出头站出来 这个为正义说话的人 虽然他也是邓小平上台 他也为之呐喊 但是邓小平真正上台以后 是不喜欢这样的人的 你就像这个西南民主墙 就是个例子 邓小平一上台开始 还说大明大放 可以贴大字报 等到魏京生的小字报 变成大字报一出来 他马上抓了魏京生 就把这个大字报就封了 就再也不许大字报 这就看出那些个党内的那些 上一次这个也是这个 今夜很震惊节目 那个有个叫周孝 周孝正 周孝正 周孝正教授 还说的好像就是讲 邓小平和现在的江泽民 就是不同 所谓不同 也就是策略上的不同 或者说对于经济发展上 他有一个不同的路 不同的做法 所谓的叫韬光养晦 但是我的看法 本质是一致 所以我讲这个话 是赞成你 来补充你说的 这个你说得非常好 我非常赞成 谢谢 现在一个是这个 刚才我已经找到了 周伟民和云工的照片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不少人 为了陈凯先生的身体 感觉到高兴 然后打赏给陈凯先生 很可惜陈凯先生 现在拿不到 我暂时把他探索起来 等到陈凯先生到纽约 不得我 谢谢 就进山 然后这个我再请您吃饭 把他吃掉 谢谢 谢谢 很多人给你打赏 而且还有五月花 五月花的是每天打赏 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是一个女士 还是一个男士 因为男人有时也可以花 对吧 没关系 下面还有没有 继续有人这个讲话 还有唐先生 还有很多位 王先生 希望陈凯先生保重身体 谢谢 我大概比你小两岁 我们都到这个时候都不容易 大家保重身体 希望每个星期还能继续听您的这个改革先驱的这个演讲 听得非常过瘾 谢谢 小陈凯先生也是这个经历非常丰富 你是清华大学哪个系的 我是建筑系的 好厉害 建筑系的那个西纸人就是争议的哥哥一都是 是吧 我们在的时候已经变那个就是开始改成叫清华建筑学院了 我当时在的时候建筑学院院长是 哎呀老师到这个年纪有时候话到嘴边就就忘了 无患家 这个比我们要晚一点 他们比较稍微年轻一辈吧 那我已经离开了 我80年代初离开了 后来80年代中午我就移去香港去了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 OK好谢谢谢谢 下一位王仁先生 请讲 我看到这个 老板 你们好啊 你好你好 我想谈谈不同的看法 那个说句实话 这个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围绕着邓小平 做了一个探讨 你像赵紫阳啊 这个还有那个梁湘啊 就是说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个品质比较好的一个共产党人 就是说但是呢 关于邓小平来讲 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共产党人 他的务实呢 确实就是说 对于中国来讲 选择了一条比较合适的一个转型道路 很多人按着极端理想主义的说法 确实他的一些做法 特别是六四啊 就是说给很多人的情绪带来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实际上邓小平在这个 当时李鹏六四日记里有一个记载 就是说邓小平在拍板的时候呢 确实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责任我来负 对吧 就是说首先来讲 他与毛泽东有着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毛泽东把历次政治斗争革命 这些造成了很多对人的生命的一个践踏呢 他是当成自己的荣耀来炫耀的 对吧 但是邓小平他不一样 他那次呢 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呢 他确实把这个事当成一种 自己并不认为光荣的一个事情 而且呢 我认为共产党人呢 从改革开放开始 一直有一部分人啊 我不能说全部 就是有一部分人呢 确实就是说 把这个稳定发展经济 作为中国的当时的当务之急 所以呢 就是说首先来讲 作为政治改革来讲 就是说赵紫阳时期呢 中国有过这么一些 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但是呢 从赵紫阳跟格尔巴交夫 当时见面的时候呢 就是说已经可以看出 就说实际上就是赵紫阳 他对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 应该何去何从 他当时也是很茫然 但是呢 就是说从邓小平 他们这一些比较务实的人来讲呢 就感觉中国照搬的 这个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 他是感觉对于 这个社会矛盾尖锐的中国来讲 是不适合的 所以呢 就是说 但是他又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所以就把发展经济 当成了一个首选 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很多矛盾啊 就说包括现在来讲 我感觉华人世界 无论是党内也好 党外也好 对于中国未来应该怎么样 应该实现一个什么完美的政治制度 我感觉还是很茫然的 就以现在 庄民最近在这个推特上发了 宪政民主启蒙十八推啊 就说发了一些这个宪政民主的观点呢 但是呢 其实就是说对于很多 这个活跃的政治人物来讲 就是说对这个呢 都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或者说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 我们高举美国宪政民主旗帜 但是呢 已经放弃了对宪政民主的一个 一个研讨 就是说或者说 对宪政民主采取了一个排斥 但是我一直在说一个观点啊 就说民主包括两大类 一个是宪政民主 一个是民粹政治 但是呢 现在我感觉 我们活跃的政治人物呢 往往就是说 不管是民粹政治 还是宪政民主 现在已经都混为一谈了 就追求民主 把民主当成了一个 至高无上的一个大目标 但实际上呢 就说要笼统的追求民主这个概念 对于解决中国的 未来的政治前途来讲 我感觉是无用的 无那个徒劳的 毕竟中国有很多的现实矛盾 如果不能够说 高举宪政民主大提啊 我感觉就是说 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 现在的美国 也就通过这次疫情啊 就是也说明 就是说也在走下坡路 美国也面临很多问题 因为我感觉就是 现在美国人 已经背叛了他们祖宗 设计的这种宪政民主模式 就是说我 这是我的看法啊 就是说何老板 和那个陈先生啊 不知道 就是说 您已经是探讨的比较深了 可以说您是一个理论家 但是理论家有一个最大的抬点啊 如果你真是有理论的话 你就必定是孤独的 如果你没有理论的话 像我们这种 可能就要迎合 每天新闻发生的事情啊 明天发生这个 我们就追这个 明天发生那个 我们就追那个 那你可能大家 还人情比较多一点 当李登家 你就别人是一种结果 别人就是孤独的 尤其是你还给 所以最近我就 我就发了一句感慨啊 就是说现在呢 人类处于笔作的阶段啊 就什么时候 这个作的自己体悟完肤了 然后才能静下心来 去想那些物行 物实的理性的这个 去做那些物实的道理 所以我 所以现在就说 我就感觉就是说 现在世界一天天的在 堕落吧 反正面临着一场灾难 然后可能对人才能有觉醒啊 当然了 我希望人类尽量能够避免一场灾难 能够理性回归到真正的文明道路上去 既能够保障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 又能实现真正的文明 我想只有追求现正民主 才能确实保障人类啊 能够摆脱当前的一个困局 好 谢谢谢谢 请下一位 另外就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因为点赞的话呢 是让我们的节目可能会被油管推进给更多朋友来看 好了 请下一位 何先生好 陈先生好 我觉得这个要推进中国民主 只有彻底打倒邓 邓就是个万恶之源 对吧 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八九年以前改革跟他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如果现在这个任志强也好 蔡霞也好 还想复制邓的路线 那历史会证明他们就是一股逆流 就像当年甘龙杜志 反对商鞅变法一样的一股历史逆流 肯定早晚会被这个人民所唾弃吧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天安门成楼的像 对吧 毛泽东换成习近平 这点做到以后 中国民主可能就是一两个月的事情了 好 好 谢谢 请下一位 请下一位 你的话筒打开了 你可以讲了 没有声音了 没有声音 心各在吗 心各好像看到人在 好像不讲话 如果不讲话 那么我们就还剩下七分钟 那么这个请陈盖先生 回答 回应一下 几分钟都可以 但是不要超过 12点59分 OK 我 我非常感谢这个 这个朋友们啊 对我身体的关注啊 那么我这个 只能在这说一声谢谢了啊 现在一切恢复正常了 但是人年纪大了嘛 是吧 我刚才讲过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有毛病就赶快去治 治得好就多干几年 治不好 那么你也不要遗憾了 人呢 总是自然规律是逃不脱的 这样的啊 那么谈到蛇口啊 首先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朋友啊 讲到蛇口这个高新开发区啊 那么你所讲的啊 正是我在这次论出来 就是搞一个 比如南山啊 这个有个中心 有个华为 它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中心华为 也可以建在广州 也可以建在上海 甚至可以建在西安啊 对不对 可以建在重庆啊 建在沈阳哈尔滨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这个外地 也不缺乏大的公司 这个你像这个什么杭州啊 就有什么这个马云的公司啊 这个这都是 具有全国性的影响的啊 那么高新开发区啊 这个这个建立啊 这个深圳啊 就由一个特区 走向了高新开发区 正是它的悲剧所在 是吧 中国不缺乏找一个地方啊 成为高新开发区 而中国啊 却是从此啊 没有了经济特区 那么我一再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观点啊 这个观点啊 那么 因此呢 现在深圳呢 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了 你这个 至于 将来深圳的前途啊 我觉得没什么前途啊 你现在这个高新开发区啊 高在哪里 新在哪里吗 那么中兴啊 现在给美国一断工啊 这个这个这个 芯片啊 那它就面临危机了 华为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它充当的 不光是一个公司啊 还充当中国的一个间谍啊 这个实行对外政治侵略的一个工具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孟晚舟啊 在在因为这个给伊朗的事件啊 被美国要求引渡过来啊 造成这么大事件 就话说回来 成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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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个华为啊 什么高新创造 但是我不知道 他哪一个是他原创的 对不对 他的手机啊 90%多 除了那个外壳 华为几个字啊 是他自己的以外 其实他全部是 这个别人的 是美国的 日本的 南韩的啊 甚至台湾的啊 全部是 他没有创造 他是个小 他是个小偷公司啊 对不对 盗窃别人的 自会产权的公司 现在美国一制约 他就完蛋了 就傻眼了 我看不出来 一个 一个充分发挥 人的创造力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 民主制度的保证 你像这个硅谷这样的啊 美国硅谷这样 那么这里的科技人员啊 年轻人啊 我每天都能见到啊 这个我附近就是一个 这个小当堂 我离我不远 就是就是谷歌公司的总部啊 而再不远 就是这个这个 Facebook总部啊 对不对 再不远就是 因为我正处在这个很 很远 我看那些公司 年轻人啊 是不是啊 他没有任何束缚 思想非常解放 没有什么东西 能阻挡他们的创造力 那么这里的这个整个体制啊 是一个有这样一个充分发挥 不给人任何思想 束缚的这样一个创造力 没有任何你什么 这个问题违背了哪一条原则 违背了哪一条 因此呢 他能够发挥这样 因此在中国这种体制下 你休想赶上美国 休想赶上美国 那么你说原子弹不造出来 原子弹是美国帮他造出来 都是美国回去的科技人员了 是吧 未来啊 他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必须走改革道路 解放人的思想 解放人的创造力 这是我说的 另外讲到那个周卫明啊 你们再说起来啊 我朦朦朦朦有点记忆了 但是我确实不熟悉这段情的 周卫明后 我知道他有这么原根啊 这个叫做 叫做 我劝天公从斗手啊 不知一格降人才 原根啊 在舍口啊 真的做到了啊 这个梁湘的新人也做了 我才是他到内地啊 到去找人才啊 那么其中当时候有一个海上世界的总经理叫正义啊 嗯啊 那个小青年他就在海上世界当总经理 干的不好就把他去搞去当计算车司机了 是 清华大学 这个太不简单了 太不简单了 像这个这个周卫明这样的事是一个政治意义人士啊 连邓小平都把他要要要要什么的 这个要要把他加以迫害的这么个人物啊 不喜欢的人物啊 他敢用 他敢用 因此舍口啊 不光是经济繁荣 这个这个文化也非常繁荣 我知道舍口啊 很多人都到舍口去了 黄宗英在那创办了这个这个这个影视公司 都到文化娱乐公司 对对他而且黄宗英啊还担任了这个舍口通信报的这个这个编辑啊 帮他这个也给舍口通信报啊这个这个工作啊 我曾经见过黄宗英啊那个时候赵紫阳到到舍口去啊 他从珠海那么过来嘛 那我看到黄宗英在那跟赵紫阳这个套近乎啊 这当时我们听了说这个挺反感的啊 那实际上啊就是说舍口拢了很多人才 刘小庆也在舍口啊 而且在舍口买的房子啊 我知道袁庚啊给他的五万个钱叫他在舍口发展 这个发展啊 这个袁庚说哎呀 像这样子这个给这样些名人带动舍口的文化事业 你就是刘小庆啊也是个不是一般的影视演员啊 他那个叫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啊 做这个名女人呢男上加男的成为成为大家的一个 所以这样的在人在舍口啊也不乏一人啊 那么周文明这样的受到重用啊 我觉得也是袁庚啊 说明袁庚这个人呢 刚才这个朋友讲的这条 我非常赞成而且和平你对周文明的情况比我就更熟悉了 更熟悉了啊 至于谈到邓小平我可能到时间了 我只说一句话 他有千般功劳万般功劳一个六四屠杀 就把他一生毁掉 一生的所谓所有功劳毁掉 因为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起源于六四屠杀 啊杀人都可以不追究堂而皇之的那么中国发生的任何坏事啊 包括现在习近平干砸了所有的事情啊都不会他的罪恶都不会大于邓小平啊 大于邓小平第六四屠杀啊 所以你对邓小平后来的怎么统价田面统价 我觉得一个六四屠杀他就把自己葬送了啊 邓小平不是敢负责的人啊 李鹏是想推卸责任给推给邓小平啊 推给一个死人啊 才有李鹏日记传出来啊 这样子啊 他们知道是罪恶 对中国近代犯下了滔天大罪啊 所以这个人呢 这个将来要评论他啊 我就觉得他把自己一生毁掉 他把一生毁掉 时间可能到了啊 时间今天是到了 但是呢 下个星期天又是您指讲 所以呢 还有的有的是时间讲 是 我将来我谈谈谈深圳的媒体吧 对不对 媒体人啊 也还有包括什么深圳青年报事件啊 这个都是在深圳呢 也是影响了全国的事件啊 这个值得深圳的媒体人值得谈一谈啊 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深圳的广为人知啊 这样子啊 而且他们都非常好的一些人 非常好的一些人啊 为深圳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宣传啊 这个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啊 谁考不过深圳 轻易报了个总编刘宏军是不是 刘宏军对 刘宏军对 后来到海南 后来到了海南 跟简卓南呢 到了海南 叫做建立了 叫做海南信托投资公司 他担任这个信托公司的 这个叫做办公室主任吧 这个简卓南也是深圳 梁翔带到海南呢 叫做九个厅局之干部之一 简卓南当时在深圳嘛 当深圳啊 他是团理的干部 水口呢 当时有一个叫水口公家 是研究室 研究室的主任叫顾仁罗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研究室的副主任叫唐宥熙 唐宥熙就是走向未来成熟的参与人之一 但是唐宥熙好像也是个高杆子弟吧 不过早几年好像看到消息他判刑了 哎呀 疯人人物啊 现在李世年按照老毛的说话是 弹指一挥尖了 现在就剩下了我们可以来回忆了 可惜今天没有找到这个安琪 找到安琪的话 安琪也可以来讲一讲 是的 安琪是个好姑娘啊 那现在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啊对不对啊 他的小孩小男孩在哈佛大学毕业了啊啊啊是在发了一个很好的学校 后来又到这个哈佛来读了不是啊 现在是是是是城市法律工作 非常英俊的一个小孩 小男孩啊 三十来是城市了 现在也快三十了 那么安琪是大使夫人 他的先生也这个退休了 那么他们在巴黎孤独很幸福的生活 啊到了天洁怎么样 有一点贵错生活的味道吗 因为他们在南部还郊区有那个别墅吧 那所以生活的孤独比较的安逸啊 那么在敏定的时候呢曾经跟昂萨苏姬啊 那个时候有过一些交道 因为他是大使夫人啊 那个时候昂萨苏姬被软禁之中啊 所以他们不断的是给予了这个这个支持 给了他很多的帮助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昂萨苏姬最近被取消了一个什么奖啊 这个欧洲的人权奖啊 欧洲议会人权奖 萨克洛夫人权奖啊 那么这个有意思 那我们个人的人生有意思 国际人物的人生也有意思 国际社会也很有意思 是的 所以值得我们有时候来回忆一下 有时候来感想一下 那么今天很震惊啊 就是这么一个节目 尤其是不经历陈凯新生讲了 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网友 来关心陈凯新生的身体健康 是陈凯新生感觉他很温暖 而且有不少人打赏 使我下一次请陈凯新生吃饭说 那是网友亲你的啊 不是我亲你的 谢谢谢谢 我等着你这顿饭 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很多的网友 刚才发表了很好的 没少吃你的饭啊 和平啊 哎呀 这个就不要说了 我到纽约啊 参加会议啊 他们这个在的聚餐啊 你都不在场啊 到买单的时候打电话给你 叫你跑来买单啊 哎呦我好几次啊买单啊买错了 因为他们说你弄的不好 是不是谁给你的经费啊 所以我到现在有点害怕了 我说这和平真是害怕啊 是吧 也没来参加吃饭 到买单的时候想起和平了 是吧 那我都在场了 哎呦好好谢谢 谢谢我们的观众啊 谢谢我们的观察员 尤其是陈哥先生要保重 还有萧陈先生也要保重 你们现在在西部地区啊 我们就有一点担心啊 有点担心 但是呢 世界还没有到末日 因为早几年啊 我们这里刮了个大风啊 风暴啊 也是差不多到了世界末日的味道 几个星期三四个星期啊 没有电啊 然后也没有油啊 那个时候我们去加汽油啊 要从早上爬队爬到这个晚上 你就想一想 那是不是世界末日啊 但是好多好多 我有哥们啊 当油站的老板 那么他今天也打赏了 那他当油站的老板 这个时候 我们的关系就起了作用了 那么他就 不要爬队不要爬队 转来直接享受他们员工的待遇 哎呦 在美国难得开自后门 还是不错的 世界没有到末日 OK 是的 人生啊 人生跌宕起伏 还有天灾人火 你都把它当做人生的一个过程 不要太过在意这些东西啊 对 路关就一切都会过去 悲观 什么都过不去 是的 是的 好的 那陈佳先生您保重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和平 谢谢和平 谢谢各位 谢谢观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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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导播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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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